这是忧逆之书 只要被坚守准备到 就会强化自身的攻击力和生命值 甚至还能净化 在我拿着这本书寻找坚守者时 一场意外发生了 终于找到深谙古城了 为了这本书我可是费了好大劲 坚守者你快出来啊 脚下突然爆炸 可恶啊 偏偏就差一点了 什么书 你在说什么 什么意思 我勒得去 原来他们是想要我死 无所谓 我有水桶可以游上去 坏了 这下面为什么全是海人 不对 还有一线生机 这下糟了 我的水用完了 我还能做什么呢 或许可以用脚手架搭高出去 结果我刚有动作猎人就把它拆了 可恶的家伙 想受个屁啊 我都要死了 书不在我这 你们就算把我烧死也不可能得到 到此为止了吗 哪个角落 找到了 快快快 没时间了 一定要挤上小船呀 我对着墙角疯狂又紧 随着一阵非评 我见到了那个男人 谢谢你 我去 这毒水比浓硫酸还恐怖 一切都发生得如此之快 看来你是想从屋顶穿墙出去 别急 我这里还有七个铁钉 我可以制作铁轨 不过还差一根木棍 你那里有吗 费费给的答案是呢 只能我自己想办法了 对了 红砂和竹子 我可以把竹子种下 然后用骨粉去催水 接着把竹子撸掉 便可以制作木棍 铁轨自然也就到手了 我去 这毒水悄无声息 还好有费费提醒 不然我此事恐怕已是一句哭 毒水珠越来越多了 我们必须得赶紧离开 把这些方块都拆掉 先用脚手架搭高 再用其他方块往上垫 还差一个方块 才能够到上面 让我进去试试 随着一阵闪烁 我也被卡出矿车 可惜啊 差点就成功了 但这终究是行不通 想想我还能做什么 一定会有某种办法 助人出去 我的天哪 费费不会有事吧 我懂了 我知道该怎么出去了 你那里有黑钥匙吗 三个足够了 你仔细看墙上的这些黑钥匙 把你手里的黑钥匙给我吧 墙上刚好还差三个就能搭建传送萌吧 OK了 大功告成 我还有一块铁铃 你猜对了 不对 怎么不见了 我记得我有啊 没错 我想起来了 刚才把它放墙上了 我爬上去将沙粒取滚 我的天 这可不妙 放心吧 在我手里 接下来可以挖碎石了 沙粒怎么没了 这样一来就没法做打火石了 更没法离开这里去往下捷 不过我还有一个计划 不知抗火药水能否抵御毒水的侵蚀 事实就事实 我有熔炉但是没什么燃料 或许可以把脚手架烧了 这些红砂也得收回来 然后放在熔炉里进行断烧 希望这个计划能成功 还差两块红砂 没想到脚手架这么不经烧 没燃料了怎么办 希望它能将沙子烧完 坏了 还是不够吗 只能牺牲下沸沸的小船了 这下应该是够了 将玻璃块做成玻璃瓶 沸沸将它兜里的大锅放下 还差一桶水我就能做水瓶了 你那里有吗 这么说我们俩都没有水 不过我有一块泥巴 还得是你啊 沸沸我们把泥巴和滴水石锥放好 接下来静等大锅装水 成功了 水装满了 将水瓶放入酿造台 随后依次将火焰粉下戒油和岩浆糕放进去 磕下药水 准备出发了 毒水果然无法对我们造成伤害 沿着水柱朝上游泳 沸沸你有稿子吗 呃 不必须 那完蛋了 我们的头顶全是岩石 这样再等下去我们必死无疑 也只好如此了 得用抗火性做点什么 或许可以回到我来时的房间 是的 猎人现在肯定已经走了 那个房间里全是岩浆 因此不会对我们造成伤害 我们可以从猎人流的窗户那逃跑 先把铁轨这样放置 随后放上矿车 把它推下去 在头顶卡一个方块 接着坐进去 开始之前我再检查一下 没毛病 可以出发了 我死死地按住前进键 随着画面一闪 我成功回到之前的房间里 差点就被墙给击死了 很好 沸沸也成功了 让我找找出口在哪 你说的对 我们只剩23秒了 这是一步险棋 不知我们是否来得及 幸好沸沸那里有泥土块和垂地液 用它切换为游泳姿势即可穿过窗 我们终于活下来了 奈火性刚好用完 不过我们现在好像依旧在监运 有道理 可当我挖掉它们后 发现下面依旧是黑药石 这里有箱子 看看里面有什么 紫颂花末地盐还有一些藤蓝 无必可及 这是忧逆之书 记得还我 那里居然有个拉杆 要不是沸沸提醒我都没注意到 或许它可以打开这扇门 启动拉杆后有活塞的声音 居然是一个侦测器 不知激活后会发生什么 我将藤蓝放了上去 又响起一些活塞的声音 我懂了 你看一下门 明白了 你在那里等着 我现在开门 没问题 我放下藤蓝 看着沸沸走得出去 非常完美 沸沸你可以帮我开门吗 外面有红石或拉杆吗 我去 我忘了把书要回来 可恶 他居然背叛我 这下我是真的一无所有了 我打碎藤蓝试着跑出去 可惜开门的时间一场短暂 就算卡极限距离激活他 也依旧来不及跑出去 此后无论我尝试多少遍都一样 背包里有什么东西能助我出去吗 紫颂花和墨地盐 我可以将花种植在这里 静待它长出果树 随后用紫颂果传送出去 本来我就差一个坚守者了 现在连书也没了 求求你快快长大 差不多可以收菜了 四颗紫颂果足矣 我走到门旁吃下果子 第一颗实现了反向传送 我走到门边继续尝试 第二颗等同于原地传送 我就不信我有这么倒霉 这是哪里 我出来了吗 哈哈成功了 得找到沸沸把书要回来 等等 我看到沸沸的名牌了 但她好像已被猎人包围 这可不妙 书要是落到猎人手里就糟了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糟糕 沸沸把书给他们了 我得拿回来 谁让我是一个好人呢 拿着果子赶紧走吧 解决完这一切 我决定把书夺回来 得找到有书的那个人 先孤立再将其击杀 这里好像是一座超大仓库 下面有两位猎人 他们似乎在存放东西 让我看看书在哪里 这可不妙 有人要上来了 坏了 身后也有人 但我想想哪里能躲 算了 就这个花坛吧 这家伙好像看到我了 看来是我多虑了 好险 他们终于走了 我随手翻看身旁的箱子 并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 得去往脚下的大仓库看看 正下方有一个农场 没人注意到这边 我可以行动了 安全着陆 喂 你们听到声音吗 坏了 我落水的动静太大了 先躲到甘蔗后面 希望这是个完美伪装 很好 他们没有发现我的存在 哦 Must be here in glings 喂 What about the cane 哦 你对 不好 他们终究不放过这里 幸好我有墨影珍珠 将它扔到墙角的瞬间 放置藤蔓 千万不能被发现呀 我勒个去 刚才他们要是抬头 我就完蛋了 风波过后我继续行动 这边有三位猎人 现在又来了一位 等一下我想起来了 就是这个家伙捉住了肺肺 因此幽逆叔很有可能在他那 趁着所有人都离开后 我悄悄跟了上去 Nice 这家伙没有走远 得想个办法击败他 让幽逆叔误归远主 我跟在他后面进入房间 Let me go and check my gear 他正在使用附魔台 墙壁上挂满了铠甲和宝剑 我将其取了下来 Wait Leggie 我以最快的手速穿上装备 随后和他进行战斗 由于这家伙占了心机 一个回合下来 我只好吃金苹果补充状态 接着和他进行新一轮的交锋 有着金苹果的加持 他渐渐不敌并萌生退 我顺手用黑钥匙把门堵死 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 Wait Leggie I'm on 1HP 求饶也没用 除非你把书交出来 这就是明完不灵的下场 可当我查看背包时 才发现冤枉了他 忧逆书并不在他这 那会在哪吗 Looking for something Leggie 这是我的书 快把它还我 I don't think so 我去 怎么又是陷阱 You want to know where the others are gone They've got to get me a warden And in 4 minutes they'll be back And then it's over for you 只有四分钟吗 又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 等一下 有点不对劲 这些尖刺好像在移动 他们在不断地朝中间距离 这样下去我不被监守者打死 也要被刺扎死 有什么能救我呢 这么多东西一定有办法 把这株禅院藤种下 然后用骨粉进行催促 我还有一个堆肥筒 可以把这些饼干都扔进去 全部做成骨粉 到时我就能沿着蝉院藤爬上去 坏了 高度还是不够 至少还差五米 只得回来再想办法 尖刺又开始移动了 这种陷阱我还从未经历过 物质方块能不能拖住他们 一世变之 哪里来的流逝 原来如此 这个地方居然还有小白 随手两剑将其打了 尖刺陷阱里同时有小白和虚空 如果我没装备的话必死无疑 北黑 那个展示矿里有墨影珍珠 我有一根钓鱼杆 或许可以将它勾下来 鱼勾挂上去吗 我试着收杆却一无所获 墨影珍珠仍在矿里 或许我需要一把弓 不知刚才的小白是否掉落 我打开第三人称视角 果然看到一把弓 这就叫十来天地接同力 先用树叶把它们挤到中间 随后挂上鱼杆收回 一次不成功就多是几次 反正我志在必顿 还有两分半 我将弓箭拿在手里 对准展示矿射箭 随即尝试甩钩 哈哈哈挂上去了 用力甩动掉单 可惜珍珠却掉入虚空 为何要跟我开如此无情的玩笑 难道我今天定要葬身于此 就差一点点呀 还有什么办法能让我出去吗 思考间尖刺再次移动 刚才放在这里的堆肥土面了 这说明方块无法阻挡它们 那我的血肉之躯就更不可能了 包里只有这些 这是我注意到头顶的苦力怕 既然方块无法阻止 或许爆炸就可以 等等 苦力怕去哪了 别走啊大哥 我还指望你救我命 OK 他回来了 挂上去 用力将他拽下来 过来我给你看的好东西 去死吧你 我的天哪 这些尖刺纹丝未动 难道这些刺是鸡炎做的 尖刺墙再次向我移动 猎人说的时间也所剩不多 难道我真的要放弃了吗 居然是沸沸 没想到最后救了我的是他 我扔出墨影珍珠来到沸沸身旁 走吧 我们可以离开这了 猎人已经把尖手指喊了 待在这里没有任何生还的希望 你怎么说优秘书在你呢 我们去哪儿 优秘书在这里 这个是更好 我仍不敢相信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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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你没机会了 还有你也是 花了二十个小时 我终于附魔出这件极品凶甲 可突然一群不速之客出现了 雷吉星别术挺不错的嘛 为什么不出来欢迎我们 傻子都知道遇见猎人要绕着走 但这是我家 我能做的只有躲 身后便是我最爱的宠物小夫人 有位猎人沿着楼梯来到二楼 环顾一圈没看到人后他就走了 好险好险 我躲开猎人的视线 悄悄来到阳台 可外面也不是绝对安全 因为猎人基本都已来到二楼 我与他们只有一墙之隔 透过玻璃小心翼翼观察他们 突然猎人银狐来到阳台上 完蛋了 被他看见了 别害怕 我是来帮你的 当我是三岁小孩吗 相信我 交出你的盔甲 绝对帮你 毕竟我无功不受入吗 我不想和他多做纠缠 万一这时候再来喂猎人 我一定跑不掉 因此目前唯一能做的便是赌一把 跟着我带你出去 很好 猎人并没有动我的宠物小夫 我跟在银狐身后走楼梯来到一楼 简单扫试一下 发现他们并没有破坏我的房屋 且这些人还在搜索我的踪迹 看样子银狐是可以信赖的 我跟在他后面走出房屋 哈哈 一旦到了平原上 他们就在南抓到我了 可令我好奇的是银狐还在给我带你 他究竟想让我去哪呢 我在这有个秘密基地无人知道 你可以在这里避避风头 随后他带我来到一个箱子前让我打开他 里面只有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小丑 你上当啊 兄弟们 猎人凭空出现 原来我这一路都在被跟踪 更糟糕的是 宠物小福也被捉来了 就这样 我被他们押送回猎村 都怪那个可恶的背叛着 等待我的自然只有森冷的监狱 他们挖开一个小洞 接着一把将我推了进来 我本无所谓的 直至小福被牵过来后我彻底破防 这群残忍的家伙将一只无辜小狐狸乱刀砍死 面对猎人的嘲讽 我懊悔自己没有守护一切的能力 同时按下决心以牙还牙 他们围在监狱四周 就像是在参观动物园 就在我濒临崩溃时 猎人们终于散了 我包里唯一有用的便是两块原木 或许可以制作一个工作台 但那之后我就没有木板去制作小船了 不行 得换个办法 还有一把剪刀 对了 我有办法了 有羊有剪刀 那我就可以用羊毛做床了 然后等到夜晚即可实施越狱 而我现在要做的便是等待小羊靠近 很好 小羊过来了 对准他们挥下剪刀 得到两块羊毛 猎人阿火从其他玩家那又抢来两只羊 在他路过时我俩护山一巴掌 但我真正的目的是得到羊毛 制作小床的材料以及器 趁着没人注意时 我做出工作台放在地上 然后以最快的手速搓出小床 不出意外的话 等到晚上我就能离开这里了 夜幕降临 永别的牢笼 越狱之后一定要把作案工具带走 在离监狱不远处有一个箱子 我刚打开它便脚底一空坠了下去 好在我反应迅速 及时用小船摆脱下坠之时 此时猎人必然察觉到陷阱处罚 我收了小船之后 立即钻进矿洞里 希望不要再踩到陷阱了 不然我必死无疑 这个矿洞的地形非常复杂 而猎人对这里却无比熟悉 因此我现在还未脱离困境 好险 差点就被他们发现了 猎人借助水电梯在各个矿洞间穿梭搜寻 我心惊胆战地等到他们离去 却不料仍有一位猎人来到我所在的矿洞 好在水电梯里已经没人了 我朝着那位猎人的反方向逃去 必用小船穿梭于各个缝隙 用完之后要赶紧带走 不然会被猎人察觉到我的踪迹 我本想用沙粒隔绝水 却不小心出错 好在没人注意到我 30秒后猎人发现那两块沙粒 意识到我就在附近 于是他们组织一只小分队朝这边走 幸好这座矿洞的下面还有一个暗门 我躲在角落一动不动 直至猎人与我擦肩而过 他们朝着矿洞的深处搜去 而我则是悄悄回到上面 我的天终于看见天空了 闻到了久违的泥土香气 一出洞口就是猎人村庄 据我所知猎人大部队现在还在矿洞深处 他们的基地里很有可能没有守卫 或者只有一两名守卫 但我依然不敢掉以轻心 先进入一间屋子借点物资 这两个大箱子里的东西很少 但都是我能用得着的 红石装置和TNT谁看谁不明 我去猎人大部队已经回来了 我只得躲在房子里敲谋观察 趁无人注意时往返于各座房屋 阿火刚走 让我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居然是一座大仓库 还把箱子里的东西标出来了 这便能大大减少我的搜刮时间 从来没有打过这么富裕的仗 外面有人要来 必无可避 只能去一楼了 光速把地板补上 很好 简直是天衣无缝 从一楼出口离开这座房屋 左手边30米处有一位猎人 还好我没被他看到 物资已经借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便是搜集情报 从猎人的口中得知 五分钟后他们要去征服墨影王 这是一个好机会 我得去给他们帮点道忙 这些人正在前面用墨影之眼 寻找墨地要塞 我一路尾随他们 同时又不能跟得太近 以免暴露 我已经想到该怎么用陷阱困住猎人 接下来看我表演吧 十分钟后 猎人穿过沙漠和森林来到大海上 没想到墨地要塞居然在海底 他们用沙子和原石排干了这一小片的海水 下去之后直接便是墨地传送人 这倒给我省了不少的时间 来得刚刚好 猎人已经给我铺好路了 沿着楼梯慢慢爬上墨地岛 他们还没开始和墨影门战斗 我得再等一会儿 当他们消失在我视野里的时候 便可以行动了 我用原石大楼梯去往墨地折月门 最后再用火板门切换游泳姿势爬进去 接着用黑钥匙向上拔高 随后沿着折月门围成一圈 再向上拔高十米 这样应该就差不多了 在陆地上铺满水 然后来到黑钥匙笼子顶部继续倒水 直至将整个平台铺满 沿着水流回到折月门 然后传送回去 陷阱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就可以找猎人搭倒 第一步当然是激怒猎人 在猎村下面摆满TNT 每座房屋下面都放一面 然后用泥土块封上 剩余的TNT可以摆在房屋外面 当他们爆炸的时候便会引爆地下的TNT 也算是给猎人们放一场新年烟花了 雷吉你怎么在这里 在他召集同伴时 我赶紧将炸药点燃 随后马不停蹄朝着村外跑去 并顺便点燃TNT 爆炸响起时我已经被猎人包围 他们的支援速度着实可怕 好在我手里有一些金苹果 可以给自己加buff 不至于被秒杀 路上我边跑边嘲讽 这一举动无疑让猎人红温 当他们看见我跑向海面的时候 一个个都笑出了声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抢个送 我在猎人的注视下去往墨地要塞 等到第一个猎人跳下来时 我再进入传送门 随后又是一场墨地大逃杀 猎人有弓箭 我真害怕自己在爬楼梯的时候 被他们射下去 因此我上楼梯时 尽量走在路的右侧 这样就算被射中也不至于掉下去 总算来到最上面的宽楼梯了 切换为游泳姿势爬进去 接着用墨影珍珠离开笼子 吃颗金苹果 等待客人上门修脚 这陷阱还有个不完美的地方 箭矢能射到我 不过我身后有水流 就算打到我也不会掉下去 而我则能靠着水流闪击到他们身旁 近战武器摸不到我 远程武器不一定能射中我 刺蛇侮辱 我现在立于不败之地 猎人被团灭只是时间问题 在我一间又一间的帮他们修脚下 一个个纷纷倒地 随着猎人头头阿火的陨没 这个服务器也将迎来久违的和平 就有一颗新的王 该如何战胜这些猎人 稍有不胜我就有可能死亡 更不幸的还是这地狱开局 我的天 一定要蹭到那个小水石 太极限了 只有一颗血 我哭了 脚下到处都是岩浆块和仙人掌 我若一不小心踩上去 并会当场隔屁 居然还有僵尸 被他摸一下我也会死瞧瞧 逃跑的过程中我还得当心脚下 求求你别追了 这个地方得跳过去 不行 还得再跳一次 这也太折磨了吧 又冒出来一只大蜘蛛 我指的继续飞奔 也不知我该如何逃离这里 可恶的小肚虫 五落平阳被犬吸啊 走开走开 面前是死路 原来这里已经到头了 好高的墙啊 我该怎么上去呢 右边有个工作台 试试能不能够到它 很好 我可以做一个铁桶 然后去找刚才那个小水石 就是这里 先把下面的箱子拆掉 再把水的源头装进桶里 成功了 接下来我得返回墙边 随后利用水桶构建水电梯 一点点爬上去 上面有着一百只各种各样的怪物 我必须万花从中国 片叶不沾身 比我想象的还要危险 把水收回来 接着就可以飞速开润了 不过依旧要留意脚下的方块 快快快 就要成功了 来到边缘跳下去落地水 真不敢想象我居然逃出来了 三个小时后 所有玩家会被强制拉进决斗场 我只有一颗心 很容易被他们斩杀 但要是我能找到斩杀棍 便可颠倒攻守之势 这是一座猎人仓库 我特意换了个皮肤 能够完美融入这里 我要进去找棍子了 一动的时候尽量贴着墙 发现没人后便可以搜刮这些野生箱子了 好像有人要来 我先躲一下 这位猎人是来存东西的 三秒后便急匆匆地走了 让我看看脚下有什么 一堆破烂 这边的箱子里有什么呢 隐身药水还可以 有了它我就可以大摇大摆了 不过得小心冒出的粒子气泡 棍子应该就在这儿 趁它转身我再开箱子 这么穷啊 等会 谁在开我的墙子 等会 这不是很好 有人在这儿 或是 没有 他在这儿 我不在这儿 等会 是那些磁子 我看到了 完了 我好像玩过头了 这家伙以为我出去了 趁着这个机会继续翻箱子 好 如果你在找到我的笙子 它不是这里 你会不会找到它 键好就收 我可以撤了 难道不知道穷扣墨追吗 以为自己有下戒合金甲就了不起 很可惜他们现在是我的 斩沙棍确实不在它这儿 不过它的工具倒挺奇的 没想到这家伙还有龙蛋 由于这玩意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我可以用它来当陷阱的诱饵 从而收集斩沙棍的情报 先找一个离猎村远一点的风水宝地 搭建一个简易的飞式商店 随后就是最核心的部分 将小卖部前面的泥土换成沙链 然后布置一层告示牌 挖一个大概这么深的小坑 把龙蛋交易的地址发出去 很快我们的买家就来了 我想要知道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勉勉强强吧 也行 合作愉快 这颗龙蛋是你的吧 不用谢 我的服务还没结束呢 完蛋 这家伙还活着 可恶 这家伙反应这么快吗 不过好消息是我知道斩沙棍的位置 大概还剩两个小时 我必须加快自己的游戏进度 先来下届收集一些火焰棒和墨影珍珠 找到下届要塞了 可惜我只有两颗星 必须得小心谨慎 一个野生箱子 里面居然有钻石 真是壮大运了 接下来去找刷怪萌 没听错的话 火焰人就在我头顶 先用方块抵挡他们的攻击 也可以作为拉扯要用的掩体 抓住他们两次攻击之间的间隙去输出 只剩一个怪的时候便可以忙一点 十分钟后 我带着五根火焰棒离开了 下一个目标是株林堡垒 我得找他们借点金子 自己悄悄摸进去做客吧 株林的家当也太肥了 等着帮人帮到底的园子 这些野生金块我也帮他们收起来 随便找一位株林把这些金钉扔给他 希望能给我换一些墨影珍珠 给了五颗 还不错 我可以溜了 接下来可以返回我的传送门门 可我却没想到 传送门前有两位猎人手 坏了 这些人在蹲我 我本可以等他们走了再出来 但我的时间很紧过 对于这种情况 挖洞法便是最优解 可以借助猎人的名牌 确认传送门的位置 我来到他们脚下了 没有陷阱道具 我得想办法把他们引开 直接发动嘲讽技能 两个小丑 你爷爷在这儿吗 猎人当即恼羞成怒 我钻入洞里回头封路 随后跑到传送门下面破头而出 嘿嘿 这两个家伙不太聪明了 有惊无险回到主世界 先合成几颗默影之眼 现在我得去找下届要塞 大概还有五十分钟 找要塞又花了五分钟时间 希望这里的传送门已经被猎人击火过 虽然他们很讨厌 但有时不得不承认 猎人还是有点用的 都找十分钟了 还没找到传送门 这个地方肯定是了 很好 传送门已被击火 斩杀棍就在返回传送门的下面 要不是猎人告诉我 我绝对想不到他在这儿 来到传送门旁向下挖洞 不对 为何这里什么都没有 难道那家伙在骗我 还剩半个小时 再挖五分钟试试 挖不到就另想办法 目前生命值最多的玩家有二十颗星 而基础血量是十颗星 看来我是被人骗了 在进入决斗场之前 我得尽可能剪除猎人鱼 这就需要做个陷阱了 先去青青草原找一些羊 为了收集羊毛 我只能含泪将他们送入轮回 再收集一些原木 全部制作成床 为了让猎人来到这里 我直接公平喊话 斩杀棍在墨底 随后来到登陆平台守住带兔 将所有的床放在快捷栏里 谁露头就秒谁 来人了 我迅速放下小床点击右键 成功击杀一位猎人 现在我有三颗星了 肯定还会有其他猎人来的 因为他们都是好奇宝宝 但我还是那句话 露头就秒 可以剑好就收了 万一他们集结大部队 我就麻烦了 结果正如我所预想的那样 一支猎人小队进入末底 他们在搜寻我的下落 十分钟后 他们在非要石柱附近消失了 原来他们都在柱子下面 斩杀棍不可能在你那儿呢 待会你完蛋了 猎人的行为结合 刚才嚣张发言 我猜测斩杀棍百分百在那下面 无奈猎人现在都守在那里 我基本没有任何机会 对了 还得使用吊虎离山计 先回到主世界 我得找到那座猎人仓库 猎人都在墨底 因此这里绝对安全 我的目标是灵魂杀和凋零骷髅头 拿上这些就得赶快返回墨底 毕竟一来一回就要花去十分钟 不用说你们应该也能猜到 我要在墨底召唤一只凋零 帮我吸引注意力 先超度一位黑施主拿到设例子 然后在猎人守护的黑药石柱后面召唤零 光速远离暗发现场 也许是因为时间所剩无几 猎人纷纷出动与凋零战斗 他们绝对想不到 我会在最后一刻溜进保险 在哪在哪 千万不能空手而归啊 一个箱子 终于找到他了 虽然外表看起来平平无奇 但他的能力堪称半 被他击中的人会只剩一格戏 猎人拿他没用 但是我就不一样了 我还想再拿些东西 可时间却结束了 我们被传送到决斗场 我还没反应过来 猎人们就抄起武器朝我进攻了 殊不知我的手里有斩杀棍 但EV25就没什么优势 因为我只有四格血 我先找机会给他们每人来一步 被击中的人基本就丧失了战斗力 所有人都被我摸一遍了 可我这点血还是没法硬伤 得想个办法远程击杀他们 弓箭这把武器就是个不二血运 看得出来 猎人也很谨慎 谁敢靠近我我就射谁 这是个一对一的好机会 直接拿下一血 其他猎人终于察觉自己上当 他们抄起近战武器决定找我肉 但可惜你没有喊上自己的队友 还是那句话 一对一我无敌 再来个黄金抱头 想偷屁股 很遗憾被我发现了 还剩最后一位猎人 你小子很会扭是吧 直接一箭将其送走 不到最后一刻 我是不会放弃的 这是一套玛雅战甲 一旦玩家能够集齐整个套装 就会得到玛雅神的庇护从而登神 在我外出寻找战甲时 猎人如同看到猎物的野狗朝我扑来 死死地追着我不放 神庙应该就在附近 不知道里面是哪一件战甲 看到入口了 就在前面 但猎人追得太紧了 不能让他们看到神庙 我得将他们引开 猎人发现我管弯 不假思索就追了上去 很好 成功将他们都引开了 这波吊虎离山至少能给我争取三分钟的时间 得想办法把神庙隐藏起来 我将门口的红纱都给挖掉 随后用他们将神庙给掩拜住 最后一块红纱落地 我进入到神庙的内部 这里不太妙啊 得在猎人到来之前通过这里 直接跳到年夜快上肯定是不够的 得想办法激活标吧 用第三视角我看到一个隐藏箱子 将苔藓快挖掉 从箱子里拿到一把弓 我只有四支箭 最好不要有失误 先跳下去在空中射箭 经过弹射来到平台上 前面的这个有点棘手啊 这次我选择先射箭 忽然我听到猎人的谈话声 看来他们已经找来了 比我预想的快了一分钟 不能再犹豫了 先射中把星 然后跳上年夜快 经过弹跳来到锤类藤上 爬上梯子来到最后一段 下面没有年夜快了 只有滚滚岩浆 身边有个弹射器 我站上去将它激活 只能进行简单的垂直降落 显然这无法通关 大箱子里有缩木船 将它放上去试试吧 激活拉杆 在快要降落时 用小船进行二段跳 成功抵达终点 我看到玛雅战靴了 我将它取下来试着走紧 这速度也太快了吧 我好像听到一阵爆炸声 他们居然是炸进来的 我把战靴脱下来藏进墨影箱里 随后又回到你逃我追的局面 不过我现在已经拿到靴子了 只要出去我就能逃脱魔爪 可惜我确中了神庙里的陷阱 这下我插翅南飞了 Leggy Drop us the immortal boots now 我已经把战靴放进墨影箱了 就算你们杀了我也拿不到 Listen here,Leggy We know Dexi has the leggings too So whilst you're dying in this prison We'll be out there hunting her down 你们真是可恶啊 猎人那里只有一个胸甲 希望他们找不到戴希 我得检查下这些优秘快后面有什么 用杀力来搭桥吧 结果我一连放了六块下去都沉点 岩浆池到底有多深啊 我没有其他方块了怎么办 看来无法抵达对面了 好在我还有一块诡异军岩 而且还有些骨粉 将它放在地上 开始进行催化 我要的是诡异军 没错就是它 等等我好像听到僵尸叫了 我勒得去 哪来的小陀螺 先将它打发了再说 怎么越打越多呀 不好不好先走为秒 这么大的地儿我也没出头啊 对了 忘了我还有把木剑了 不好意思 好木剑打僵尸有暴击 终于将这些绿投影打发了 继续撒些骨粉 然后把这些诡异军饼收集起来 在背包里做成木板 现在我就能搭桥过去了 让我看看这些忧逆块 后面有什么 希望不要有黑钥匙 我的乌鸦嘴又开始应验了 一点延时都没有吗 看来想挖墙出去是不行了 把这些木板都收回来吧 让我试试搭高怎么样 37块木板百分百够出去 就在我意气风发准备登顶时 不要啊 还好我手速比他快 可杰西这家伙不讲武德 用哭泣的黑钥匙把上面封死了 算了算了 上帝关我一扇门肯定会开一扇窗的 我用木板给自己搭建一个平台 随后放下小竹筏 朝着墙角开始发力 失败一次也不要灰心 总有一个角落能出去 让我试试这里 没关系 失败是成功之母 再来一次吧 成功了 出来了 我滴个妈呀 大哥你哪位 这家伙朝我走来 将我的自由梦彻底击碎 落在水里是不幸中的惯性 一群火焰人从水梯里上来 就不能让我休息一下吗 无奈我只能拿起武器继续战断 好在这些家伙都不是满状态的 他们从水流上来已经掉了半戏 这使得我哪怕没有护甲 也能轻松击败他们 希望不会再刷怪了 等等 那里是不是有原始啊 还真是 我有办法了 我还有一个骨块和一节缠院藤 先搭些沙子用来垫脚 跳到墙边垫块木板 然后一直来到墙角处 种下缠院藤 把骨块做成骨粉 接着撒在藤腕上 它很快就长到上面的岩洞 这个高度应该够了 我沿着它向上爬 怎么一开始没注意这里呢 就在我要登顶时 角落里的发射器冷不丁将我击落 差点就掉进岩浆池 这次我得小心一点了 先用身体骗它一下 等它射完我就可以上去 没想到这玩意没有冷却时间 又一次失败了 但我并不会心 我就不信我上不去 好吧对不起我错了 这次时真的命悬一线了 只能宣告放弃了 回到起点再想办法 吃块腐肉补充下体力 还能做些什么呢 怎么又有怪物来了 不对这家伙手里拿的是什么 居然这么懂规矩 还知道哪里有的 那我可就收下了 我现在有了三块铁钉 把这些木板收回来 我又想到一个好办法 做出工作台 然后在上面制作铁桶 利用岩浆和水制作黑药石 接着按照下界传送门的样子 一块一块的制作 很好 传送门做出来了 有点不对称 但能用就行 用火焰弹将它点燃 我终于要离开这里了 自由的空气真好啊 坏了坏了 猎人怎么在这啊 看它们急匆匆的 好像有什么要紧是要去做 估计是找到新的战甲了 让我跟上去看看 已经跟了半小时了 怎么还没到它们的基地 眼前这栋建筑应该就是了吧 我跟在后面来到建筑内部 它们去那里了 这里为什么会有一座监狱 不会是留给我的吧 为什么戴希会在这里 太糟糕了 猎人现在已经有两件战甲了 我得把戴希先救出来 从一旁的墨影箱里 取出一组樱花树叶 用它来搭高去往监狱 运气太差了吧 做个剪刀出来 赶紧销毁树叶 找个地方躲起来 这不就是刚才那俩人吗 坏了他们往我这来了 好在这些人并没有仔细搜查 但现在这个时机显然不适合救人 我得先找个地方藏起来 顺便再借些物资 一看到大箱子我就像回家了一样 还没来得及搜 戴希又提醒我来人了 看见他们的名牌了 旁边有一个酿造台 让我看看有什么 焊火药水 这有什么用啊 只剩十米了 对了这里有岩浆 我撒上药水钻进岩浆瀑布 希望他不会注意这些粒子效果 这些猎人一个个都是大盲人 他在打开这个木桶 那里面是空的 他应该再放东西 很好他走了 让我看看他放了什么进去 一颗墨影珍珠 非常好 怎么这里的箱子基本都是空的 只找到一把石膏 凑合用吧 我扔出墨影珍珠到笼子上 接着开始卖力地挖掉铁栅了 多一个同伴就多一分希望 得夺回玛雅战甲 临走是我余光发现猎人在看着我们 我肯定不会啊 他们射出一箭将我击落 原来岩浆下面别有洞天 Oh no what's happening 戴希也被射下来了 杰希你到底想做什么 Well isn't it obvious what I want I have both the chest plate and the leggings already So if you don't give me those boots Then I'll send both of you to your deaths 此时我才发现脚下是墨地传送门 死了就什么也做不到 我只好向猎人们妥协 Only one more piece to go And two little rats to kill 可恶啊 杰希违背约定 还好 我们只是被困在墨地空岛上 不过他依旧是欺骗了我们 They have all three armor pieces 就差一个头盔了 一旦他们得到全套玛雅战甲 那无疑会是服务器的默认 想要脱困我们俩得合作 我询问他那还有什么 得知他有橡树苗 我赶紧将泥土放在他脚下 然后种上树苗撒上骨粉 这样一来原木的事就解决了 还不错得到六块原木 可惜没有掉落树苗 我将平台扩建了一下 防止有人脚滑掉下去 Is that an internet on the block 我循着视线看去 还真是 坏了 不小心和他对视了 他要来揍我了 我迅速把脚下的木板收回来 修建出一个安全亭 下一秒墨影人闪现过来 不过他拿我们没有任何办法 这位施主面堂发黑 需要重新进行投胎 那我就帮他脱离苦海吧 拿到墨影设立子了 我现在有两颗珍珠了 不知道那边黑漆漆的是否有路 我将墨影珍珠丢出去试一下 显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戴希提醒我可以做个墨影箱出来 这倒是个好主意 我将工作台放下 包里有七个烈焰棒 可以做出墨影之眼 可我没有黑钥匙怎么办 就在我苦苦思索对策时 戴希冷不丁来的剧怎么不问我 随后就把他的九块黑钥匙塞给我 这下墨影箱的材料就齐了 将它放在工作台旁 很好 里面还有一对翘翅和十只火箭 我可以将它穿在身上 然后去寻找大陆 到时再来接戴希 说到我就开始行动 对了不知道翘翅的耐久度够不够 坏了 我得赶紧回去了 千万不能出意外呀 还好平稳着陆 差点翘翅就炸了 还有什么办法能去往陆地呢 墨影箱里没有原石 我的包里也没有 对了 我不是有岩浆和水吗 我想到一个好办法 我要做一个刷石机 已经三个月没做过这玩意了 可能会有点生疏 先在木板上进行搭高 在中间留一个四米的凹槽 两头分别倒上水和岩浆 只要把工作台挖掉 就能得到一块岩石 然后不断重复这个步骤 先把这三块岩石丢给它 然后再做一些 总共给了戴希六块 应该够我们做个飞行器了吧 不料仅仅十秒钟 他就完工了 我跳到飞行器上 在侦测器后面放上土块 他收到信号后 飞行器便开始运作 唯一的美中不足 就是戴希没有蜂蜜块 不然我们也不用 一直在飞行器上想碎不跟着 好在总归是逃出空岛了 两个半小时后 我们看到一片大路 一直苦着脸的戴希 露出久违的微笑 这次回来一定要粉碎 猎人的称霸技能 没想到我们误打误撞 找到墨地神明 猎人恐怕想破脑袋 也找不到这 他还告诉我 玛雅头盔是整个套装 最强的单件 甚至比另外三件 加起来还要强大 那这么说 只要拿到头盔 就能和猎人抗衡了 迫不及待从飞行器上下来 居然有人先我们一步赶马 不过那人好像不是猎人 但也不会是我们的同伴 得把头盔抢回来 这可不妙 我拉着戴希赶紧躲进小屋里 猎人们快速逼近 这家伙千万不能把头盔交出来 情况非常不妙 这家伙是个软蛋 猎人一下他就怂了 此时我以外念俱灰 服务器的末日即将来临 猎人又开始欺负弱小了 他们居然把那人和坚守者 困在一起 戴希提议去解救他 刚好我也是这么想的 猎人已经走了 忽然我听到一阵笑声 不会是这家伙疯了吧 哥们心态这么好吗 原来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这么说猎人没有及其玛雅套装 但是那个坚守者怎么办 这哥们随时有生命威胁 就一个头盔能有多大力量 这哥们疯了吧 你在做什么呀 只见他一个华丽转身 随后一拳将坚守者击败 我已经都说不出话 瓦雅头盔居然这么强大 仅仅一拳就能击败最强生物 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我挖掉紫颂果树 猎人气冲冲地找上门来 我赶紧将紫颂果都丢给他 能不能活下去就靠他了 快看啊 猎人只有石不知遥了 你快去把他们解决了吧 没想到这哥们一看见猎人就软了 好吧 那就让我来吧 正好我也想和猎人算算账了 这个头盔真帅啊 我已经准备好了 希望不要出什么意外 杰西冲过来被我一件解决 众人直接沉默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吗 那就让我来告诉你 仅仅一件就能击败 玛雅三件套的杰西 你们在我手里撑不住一回合 服务器再次回归和平 我被猎人推下悬崖 失去了拥有的一切 重生后自然一无所有 也没办法去找猎人的讨战 好在我还有一座秘密保险库 可以让我东山再起 经过一天的赶路来到这里 只需要把枯萎灌木放在这个位置 井水便会自动消失 并出现一条密道 这是我花费114个小时研究出来 难以置信 我居然会死于猎人为角 等我待会儿拿到魔王战甲 定要将它们屠戮殆尽 不对劲 为什么那里会有一个名牌 它不会在我的基地里吧 还真是 它到底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这家伙竟然是在偷我的物资 要不是你有钻石套 我早就教你做人了 那里是我的盔甲室 也是存放魔王战甲的地方 我得悄悄前往那里 要是走楼梯下去的话 很有可能会被它发现 我记得我的基地里 没有这些红色方块 我懂了 它是用TNT一路炸进来 趁它再翻箱子 我得赶紧行动了 我去 赶紧撒下一瓶敏身药水 希望它看不到我 也看不到这些气泡 很好 它没有察觉 我先是跳到大门的铁栅栏上 随后一步步回到地面 整个过程中 它不再有任何法 可当我到了盔甲室才发现 魔王战甲已然不见 肯定是被那个小偷拿走 我忍不住气得直哆嗦 哎 莱吉 不好 求求你不要杀我 可下一秒我的脚下轰然暴战 跌入一座水池 接着里面弹出TNT 不想死就必须站在中间 等待被人体大炮发射出去 这是杨魔瓦 头顶有着一百个命令方块 我本想跳下去回到水池中 却发现猎人快要把它堵上 跳下去显然必死无疑 就在我琢磨脱身之法时 一道惊雷打乱了我的思绪 哪里来的闪电 我滴个妈呀 这些命令方块正在打雷 只要被雷劈到就会掉一坤线 这实在是太准我了 好在这座监狱有一圈是铁栅栏打造的 把羊毛垫在下面 再放上一个活塞 用拉杆启动它 这样墙上就会出现一个缺口 随后把活塞收回来 再把脚下的岩浆块打碎放入活塞 头上再用一个羊毛块卡住 启动拉杆切换游泳姿势 这是什么情况 居然失败了 我的头和脚被抢着了 既然活塞行不通 那就再想想其他办法 可惜我没有矿车 就连小木船也没有 好在我还有一张床 将它放在离我最近的地方 安心等待夜幕降临即可 就在我哼着小曲等太阳落山时 一道炸雷劈在我身上 瞬间就少了四颗星 幸好我还有一些牛排 我就不信你能一直劈我 对不起对不起 是我错了 得想办法阻止自己被雷劈 先把工作台放下 让我想想哪些是有用的 对了 先把铜块换成升红 然后把熔炉放在地面上 准备冶炼金属 把用不到的东西当成燃料 我需要三个铜钉制作避雷针 一把木铲只能冶炼一块 我还有一根吊杆 只能忍痛割爱了 可这次居然也只得到一块 完了完了 我没有燃料了怎么办 让我想想还能做些什么吧 我居然把它给忘了 铁桶才是真正的宝贝 角落里还有一挖岩浆 把它装起来就可以用作燃料 这玩意儿能烧好久 烧出铜钉的第一时间 我就做出避雷针 然后把它放在离我最远的角落里 我可以传送出去了 什么情况 系统说我距离小床太远了 只能把它打掉换个地方 然后用钓鱼杆把它收回来 坏了 我刚才把钓鱼杆用作燃料了 这就意味着我的小床收不回来 可恶啊 我居然又犯蠢了 让我想想还有什么办法 等等 哪里来的猪叫 我包里刚好有马鞍和胡萝卜 看到它了 就在那里 我疯狂挥舞手中的胡萝卜 可这家伙却视而不见一般离开了这里 猪哥 求求你看我一眼吧 身后再次响起炸雷声 好在有避雷针帮我挡载 不过这次的闪电好像有点密集 忽然之间命令方块的颜色就变了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肯定对我不利 事实证明这个猜测是对的 循环命令方块开始随机掉落药水 与闪电的惊心动魄相比 这更能摧毁人的意志 引起心底的恐惧 在我闪躲了十分钟后 还是不小心中招了 原来这些是漂浮药水 我还以为是伤害药水呢 我的天哪 原来顶层的窗口里都是小白 它们集中火力朝我射简 凭借灵巧的走位 我硬生生耗完三分钟 终于再次回到地面 此时的我早已焊流加板 要是再来一次 我必将死在这里 吃块牛排冷静一下 好险好险 赶紧想啊 怎么离开这里呢 包里还有一块雪和一块台阶 以及一个活塞 我可以用它们来做一个透视装置 接下来好好看好好雪 脚下放一个台阶 两边用方块堵起来 不过要先放一个活塞 然后是启动拉杆 完成一半 最后一步是放雪 随即奇迹出现 周围的所有洞穴都一朗如一 那个白色的洞洞就是我的保险 与此相邻的是一块粉红色的区域 应该是某个猎人的秘密基地 它有一些红色的前影盒和两排大箱子 如果有人要偷我的东西 那我一定要狠狠地偷回去 这个洞穴里有一个墨影院 我死死盯着他的眼睛 希望他能传送上来 可惜隔着墙壁他可能看不到我 得想个办法把它引过来 先把这些东西都拆掉 因为我要重新放置一下 把活塞对准刚才那个洞穴 先把铁栅栏推出去 很好 我能够到那块沙子 背包里的TNT现在就派上用场 把它放在沙子旁 然后用拉杆启动 随着一阵嘶嘶声 TNT落到墨影员脚下 然后便是轰然爆炸 墨影人出现在监狱里 先搭建一个安全庞 接着便可以有恃无恐 这把剑附魔了掠堵 因此他百分百掉落墨影珍珠 前提是墨影人不要逃跑 得到珍珠了 我记得猎人的秘密基地在这个方向 三分钟后 终于发现一处不同寻常的角落 那里好像有一条隧道 艾莉的秘密基地 哈哈哈哈 总算是被我找到了 我一定要把失去的都拿回来 等等 这里好像有人 居然又是那个炮击 趁他还没看见我得先躲起来 真是奇怪 他和艾莉同属猎人阵营 为何还要偷盟友的东西 果然和我想的一样 我注意到身后有一台摄像机 真是天助我眼 果断开启录像功能 将炮击的所作所为录制下来 找机会把录像给其他猎人看 打倒这个可恶的家伙 好了 那会好 让我离开这地方 等会 有些猎人在里面 我来看看他们 坏了 这家伙要上来了 我只得藏身于洞穴藤万众 好在这家伙并没有注意到我 他的心思都在箱子里的宝物上 好了 另一个笔子是养 让我回到村子 让我看见 这家伙要回猎人村庄了 真是太好了 我只要跟踪过去 把视频给其他人看 到时炮击必然成为众矢之地 我便有机会夺回魔王战甲了 希望他不会突然转身 要是被他发现我就完蛋了 我必须要把证据带回猎村 很好 快要进村子了 看看其他人在哪里 很棒 找到他们了 不过盗贼也在那里 他肯定会变一些谎话 这家伙已经陷害我五次了 我从来没偷过任何东西 不行 我必须得证明自己 证据在我手里 你们别听他的 他才是小偷呀 可突然我脚底一疯 坠入陷阱 我绝不是小偷 我有证据 不是他说的那样 他贼喊捉贼 没想到他们非但不信 还嘲笑我一波 就不能给我个机会 自证清白吗 其他人不太可能相信我 但如果我能找到 爱丽丝聊还是有机会的 等等 那是什么 居然还藏了一个人 当然不是 我是被猎人关在这里的 那我们还真是同病相恋 我当即邀请费费 和我结成同盟 先试试能不能搭高出去吧 别担心 我包里还有些方块呢 出口看起来确实很高 但我可是有着32块沙子 很快沙子就用完了 我包里还有四个方块 先把活塞放下 然后用拉杆激活它 接着放上工作台 还剩两个方块 但我距离出口至少能有用 多余的尝试就不做了 回到下面把沙子收起来吧 利用火把收集法 很快就能把它们全部收回来 别急 肯定有办法 什么被动静 没错 这是怎么回事 好恐怖的声音啊 我去 出现僵尸了 这些红眼僵尸的血量和攻击力 都是普通僵尸的两个 它们的攻击甚至附带火焰效果 靠着蜘蛛网的减速 勉强将它们全部超度 这些家伙是从哪里来的呢 原来这些垂类藤的后面有刷怪的 这可不太妙 这是不争的事实 你有稿子能挖掉它们吗 记了 居然是隐身药水 让我想一想 把它撒在我们身上了 只有两分二十秒的时间 保持原地不动 我要给猎人发消息了 你的监狱实在是太简单了 希望他们快点回来检查监狱 不然时效一过我们就成小丑 等猎人发现监狱里没人后 我们就可跟在他们后面逃出去了 什么 there's no way you're going to say I've seen the game 很好 猎人来了 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可突然一箭破空而至 我看到一些弹势 他们还在室室 一旦被箭矢射中 就会险形 因此我疯狂闪避 可惜在一分钟后 我俩还是个重义剑 坏了 我们被发现了 there they are the stupid thieves alright guys let's get out of here 可恶啊 这个炮击一直说我是小偷 这不纯纯的栽赃陷害吗 我明明有他偷东西的证据 wait what you have evidence 必须的 等我离开这里 一定要找到艾琳 告诉他谁才是真正的小偷 那个不祥的声音再次响起 接着便是声波爆炸 一大批苦力怕从刷怪笼中走出 oh no I'm already low HP 趁着沸沸帮我吸引火力 我从侧面狠狠地攻击他们 可最终还是没能阻止沸沸被偷袭 我一定要替他讨回公道 背包里有43团火药 掠夺附魔也太爽了 将沙子和火药全部做成TNT 最终得到八块 或许我可以做一个人体大炮 将自己发射出去 承则逃之夭夭 败则含冤而亡 我将八块TNT两两放置在四个方向 中间用红石粉连接 放下这块红石便可激活TNT 来吧 成败在此一举 希望沸沸保佑我 一声爆炸后我便飞了出去 平稳降落在一堆甘草块上 藏无威胁 不过这个位置不隐蔽 被猎人发现就难办了 这是什么声音 原来是我脚下有两位猎人在吃东西 两分断后他们离开了 面前的房子里没有名牌 我要去找找艾莉的项目 途中看到一些箱子 我就忍不住想借点东西 坏了 有人要来了 我赶紧爬楼梯躲到二楼 随后继续朝楼顶转 他还在往上爬 我该怎么办 看到火板门我就仿佛看到了救星 躲在箱子后面应该就安全了 这家伙就在我面前 我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很好 我应该安全了 必须得尽快找到艾莉 多带一秒我都有生命危险 我打碎窗户溜出去 在村庄外围仔细观察 这座房子有点像是艾莉的风格 太好了 我终于找到她了 我进屋之后便轻声呼唤她的名字 然后一层层的寻找 可这家伙居然不在家 不能白来一趟 拿点食物先甜饱肚子 既然不在家他会在哪呢 会不会是在其他猎人家 篝火周围有一堆名牌 我捏手捏脚的绕了过去 去其他人的房间搜寻艾莉 这可不妙 我居然没注意到楼上有 希望这家伙看不见我 幸好他出去了 我松了口气 下次一定要再小心一点 我滴个妈呀 找到艾莉了 我打碎窗户就冲了过去 必须要把录像给她看 艾莉 听我说 Legi get away from you thief 我绝不是小偷 我这里有证据 看了录像之后你就明白一切了 wait what no that's not possible I trusted her what the hell 可事实就是如此 误会解除 我们要把真相告诉其他人 然后除掉炮击 不愧是猎人 出手就是大方 我去做陷阱 你去说服其他人 艾莉又给我丢了一些工具 从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 我一定要做一个超级陷阱 首先在山脚下挖一个洞 效率5的铲子用起来就是爽 大概向下挖10米就够 在墙上留一个3米长的走廊 然后布置一排粘性活塞 Legi I convinced them They're here to help you with the trap 干得漂亮爱恋 对于你们曾经的迫害我选择原谅 把这个小偷解决了 不然你们的金库会一直少工具 把这些墙壁都换成黑钥匙吧 果然还是人多效率高 将标把放在电路末 当我设计它时 火塞便会启动 火塞肯定不行 所以还要再加一些TNT矿车 每隔一米铺设一条铁轨 在最前面放置一条动能铁轨 每个铁轨的末端放置一个发射器 在里面填满TNT矿车 陷阱已经完成了 只要标把被击中火塞便会伸出 然后TNT矿车将落在小偷身上 最后一步便是把这里还原成最初的样子 没错 就由你们去把小偷骗到这里了 我目送着猎人远去 接着回到坑里准备就绪 我应声而动 接着射击标把 Nice 坏了 这家伙靠着战甲硬扛了所有爆炸伤害 见状不妙我赶紧开认 可猎人们不明所以 他们在炮击的进攻下纷纷倒闭 我们的讨伐联盟瞬间就土工瓦解 完蛋 忘了这茬了 原来这套战甲这么强吗 这家伙死死地追着我不放 我不想和你说话 贼喊捉贼的小丑 要不是盔甲被你偷了 你都已经死八百遍了 我唯一的活路便是爬到山顶 因为我知道盔甲的弱点是不减坠落伤害 我还有一把强击弓 一个绝妙的点子在我脑海里诞生 我将它引到山顶 然后从悬崖上一跃而下 反身至初墨影珍珠 接着一剑将其击落 自诩无敌的他一定不会想到自己会被摔死 又是一次惊险反杀 可惜那些因他而死的人再也回不来了 ท卢 还有 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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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